第2天早晨 拍这个牛啊 我觉得点上海不错 如果陈思讲的话 1400月2400月1200月 我一定会点牛色 大家早安 今天是日本行的第二天早晨 我們昨天晚上有吃了扇智郎牛舌 昨天就特地找了一個比較郊區一點的扇智郎 然後呢 餐期時間裡面進去其實還是很多人 因為我有爬資料 就是如果你在餐期期間去的話 基本上什麼扇智郎伊達這些 就是世間比較有名的牛舌都要排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呢 昨天算是蠻幸運的 就是可以不排就吃到扇智郎 那我今天就在想說 先排的牛舌其實高達200多間 那大家都吃那四間 所以那四間永遠都排得滿滿的 那我就想說呢 我這次來日本 我要造福大家 我要幫大家先來探探路 究竟這200多間牛舌有沒有其他間也是好吃的呢 所以呢 我決定搬一個 就是在這個午餐時間吃好幾間的牛舌 看到牠門口沒有排隊我就進去 究竟有沒有其他間牛舌 比那四間好吃的呢 其實應該是一定有的吧 200多間 也不可能只有那四間好吃吧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牛舌路跑 今天是花大錢企劃啦 享受企劃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我們現在是在仙台車站旁邊的 清潔通一番艇 我們現在呢就往左邊的巷弄內 來尋找美味的牛舌 氣質…日本人是很優雅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面走 我已經看到有就是看起來很像牛舌店了 餓老是不是 這邊是在想法 來到這條街上我終於有 是在日本的感覺了 嘿嘿 像昨天比較市區的地方 然後機場啊 或者是剛才那個一條通緝都還蠻… 跟台灣蠻像的 喔! 牛…牛… 看到了 剛才那個不是牛 這個才是牛 現在11點01分 營業中就是這間 位在清夜通旁邊巷弄內的 牛… 本店 搶到我們11點的時間進來 師傅看起來很專業 然後他們這邊的就是牛舌定食 基本上蠻像的就是會有 前菜就是山藥或生菜 然後會有這個牛肉湯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的蔥花這樣子 然後這一間我一看就覺得應該是 比昨天善智郎再貴一點的店 所以這邊是… 這一間是吃極厚牛舌的 沒有比較薄的 然後他這邊點餐的話 就是直接用QR Code點餐 好 OK 那就來點吧 我就點一個極厚且頂食 跟我昨天比較像的 好的 送出 那我們就做整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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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山藥就是我剛好看照片 因為我昨天這個山藥是直接喝掉的 這個山藥是要把它夾在飯上面 我們來試試看 滷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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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辣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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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先吃吃看 先把膿的留在后面一点 我昨天没有吃到的山药配白板 它们的山药啊 它们的山药已经基本上完全吃不到颗粒感了 是非常非常嫩的那种山药 然后加一点淡酱油 配这个白板绝配 那我们来喝喝看它们的汤 因为汤的话就大同小异 吃吃看肉块 这个牛舌 它们是直接放牛舌 嗯 牛好嫩 先吃一口原味再配它的酱 是不是叫绝品美食 炭果的香味非常香 牛舌 嫩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哇 来试试看它的酱料 我先把全部都搅拌过 这是我很期待的辣味噌 辣味噌 绝绝是 正面这五角丹酱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惊艳 这个它是肉脂 它是肉脂酱 它其实不是辣椒酱 它是肉脂要带一点微辣的 肉脂辣椒酱 然后这个蒜泥它是有加柠檬汁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配这个是去有解腻 这个都很惊艳了 因为柠檬汁酱的话 它基本上它可以解腻之外 它有一个就是柠檬汁的香气 附在牛舌上面 我觉得会把那个牛舌的香味 牛的肉香味 跟柠檬汁的香味同时积出来 层次很丰富 这个就是 柠檬汁的绝品 我待会还能吃 我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不知道 咱们拭目以待 现在的我呢 是幸福的 在仙台这种牛舌之徒啊 基本上走来路上 中午的时段 全部都是烧烤的味道 都是烧肉味 很香耶 这边的人不会胖吗 就是要往哪里走 哦 先往前就对了 随意找 所以我就循着那个炭烧的味道前进 鼻子很灵的 我觉得刚才这一间啊 它的Google评论才22条而已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是新的 或者是它真的比较不为人知 因为毕竟你看中午餐期 它里面的客人大概就三足 我觉得最大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的烤工真的很强 它那个四面受热很均匀 基本上它那个熟的地方 跟不熟的地方的那个 公分数 如果你拿尺算的话 说不定还一模一样哦 这个是非常猛的 它那五种沾酱 我觉得也很让我惊艳的 所以说呢 如果多500日圆 这一间跟三只狼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选这一间 它整体的食物跟服务 都让我感受到 我是感受到高级的感觉的 就是哎 我好像在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吃饭 所以我觉得很舒服 赞赞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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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哦 什么什么太柱牛太柱牛 OK 我们就朝那边前进 那边是个人像弄了我觉得 呵呵 是像都爆吧 这像都爆对不对 应该还没吃饱吧 还没 还想吃很多很多哦 刚才整个开胃起来了 刚才是开胃小点 那個叫小點 600塊的開胃小點 來了來了來了 未太住分店牛什麼什麼的 欸 我真的很夢欸 我在這麼遠的地方看到這個牛欸 雷射金屍果然還不錯 這麼小 好 來囉 進去 那這邊的話它的品項就是兩種 它那邊感覺就是很在地的老店 然後就一個牛什麼定 就是牛肉定食的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就兩個個點一個 這麼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價格 它這個是五間的價格 一千四 一千二 一元 等於是一個兩百多 一個三百多 欸 這個很親民的價錢 剛才那一刻就 大概就六百左右了 所以 這邊是剛才那間的盆價欸 看一下半價的牛澤 找一個什麼樣子 這個飯量有點像台灣的店 這個飯量有夠大 他們都會在裡面加一點就是 臭米啊 藝人啊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 牛肉餐這個是牛舌餐 我終於懂了這個就是牛肉片 然後這個是牛舌餐 謝謝 每一個都很大 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這邊的那個蒸污餐期 全部自行 然後呢完全沒有觀光客 都是在地的感覺 應該是上班煮老中午過來吃個飯 好 那我們先來 試吃他們的浴室泡菜 它的味道就比較重一點 加了比較多的鹽 不錯 然後這個湯 這個肉也太多了吧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子一個set 一湯然後跟肉菜 跟一碗超級大的飯 這樣子一個set就是台地300塊 來吃吃他們的飯 很香 我覺得日本的飯都很好吃 很Q彈 來 竹腳牛舌 這邊的牛舌就是薄片 嗯 薄片也很過癮啊 它薄片它的邊緣啊 烤到脆 他們在這樣子就是有切片 因為薄片 通常牛舌薄片 會比厚片再難咬一點 因為會比較 口感會比較硬 牛舌的厚段 是比較厚的地方 那邊是很嫩的 然後這一下是前段 前段的話會比較難咬 但是它這樣切之後 就會變得蠔咬很多 但它這邊的調味啊 整體都比較重一點 這邊呢配狗飯 也很爽 也很爽 在台灣如果要吃到牛舌便當的話 應該也是要 也要400以上了 來試試它的口牛肉片 它這個牛啊 我覺得也上海不錯 真的一定要吃到 如果很實講的話 1400日圓跟1200日圓 我一定會點牛舌 它這個也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 就稍微比較難咬一點 然後也 在台灣可能也比較容易吃到 就是燒肉便當的感覺 這樣真的是狗 一大口肉還配一大火飯 超爽 它的這個鹹的牛肉湯 牛肉煮得超級那種 已經很軟了 已經很軟了 寶足 這間呢就是超級飽足的 一間店 燒溝大碗 它的飯分量很大 然後呢 它的牛舌的片數也很多 然後菜量也大 那個湯 那個湯給我們就可以賣錢了吧 那個一碗裡面有七八塊牛肉 而且它的就是我覺得 這邊的湯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湯頭啊 你可以喝到濃濃的牛肉的味道 就是跟台灣的那個 台南的牛肉湯都很像 那個真的是可以單獨拿來賣錢了 而且它的肉燉到軟爛 它的那碗湯就燉了多久 一個人三百台幣 超舒服 真的是娃老寶 超級娃老寶 如果這間呢 推薦給就是 如果預算沒有那麼夠的話 來這間吃牛舌 超舒服 因為它的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對 它那個飯就是你吃了它的飯箱 它那個飯箱 是會在你嘴巴裡這樣 蹦出來的 很厲害耶 哇很爽很爽 這間你看這樣子 我們剛才在那一間 就一個人就三千多日幣了 那在這邊呢 兩個套餐各點一個 也才兩千多日幣 剛才第一次又日圓付錢了唷 那你吃飽了嗎 這邊真的有點分量也太大了 但沒關係 我們是牛舌路跑 待會看到下一間 就吃 希望可以遠一點 讓我多走點路 笑話一下 剛才這一間未太住啊 就基本上它的 我覺得它的缺點 就只有太熱 我剛看了一下 就哇我們是最自然豐美 然後我剛才旁邊的人 都拿著那個 他們給的小毛巾這樣擦 但是看出來就是 雖然說很熱 但他們每個人的表情都是 超級滿足的 就是以這樣子的價錢 吃這個CP值超高 感覺真的是會特別爽